在2014年,我最早在立法會問 關於電子煙的規管 其實眨眼已經四年了 大家看到這四年裏面 由於未有任何的管制 其實電子煙賣到成行成市 以及還有新的加熱煙加入這個市場 令整個管制更加複雜 所以其實我們都期望 政府在6月19日的衛生事務委員會 能夠盡快回應 對於電子煙和加熱煙的規管 大家可以看到 我認為最低限度是要和現有的傳統香煙看齊 包括要徵稅 如果煙油要註明成份 另外亦都要規管有關吸食的儀器 可能是發熱的儀器 都是要有一定的管制 以及如果是需要另外買一些產品 譬如煙膽的話 其實都應該要有健康的警示 去保障消費者的基本資情權和權益 以及提醒電子煙和加熱煙 同樣都是對身體和健康有害的 從而為市民提供一個最基本的保障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需要提供 好 明白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的建議其實要求管制賣 加熱的儀器 所以其實都建議政府 無論是用什麼方法都好 註冊也好 或者是要登記也好 或者是要打稅也好 甚至乎打稅 我們都認為是合適的 因為其實消費者是有權知道這些內容 以及得到應有的保障 即是說應該沒有禁這些財產港幣 其實說真的 如果禁得到就最好 但是大家都明白 根本現在是很難去禁 特別是有這麼多不同的銷售方式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應該用一些規管的方式 去提醒消費者 其實這些加熱儀器所提倡的吸煙模式 其實同樣有害 以及會危害健康 謝謝 謝謝